我大学时有一个闺蜜叫杨迪,我们因为都来自一个高中,所以走得别人更近。 那时杨迪和我都在追求过老公,可能因为她家庭困难的原因,老公最好还是选择了我。 虽然我和老公结婚了,但是闺蜜跟我的关系特别好,结婚时我邀请她做我的伴娘,在台上宣誓那一刻,闺蜜竟然感动得哭了,她说是为我感动的,希望婚后我能幸福。 婚后我们有了一个孩子,由于我的工作比较忙,经常要出差,没时间陪孩子。 所以上次出差结束,我就先自下厨,还请了闺蜜一起来吃饭。 没想到,儿子见到闺蜜惊喜若狂,开口就问,杨子阿姨有没有给我带好吃的啊? 我一听猛了,闺蜜说过的她乳名就叫杨子,只有她家里人和我才知道,儿子又怎么会知道呢? 闺蜜给儿子买了一个儿童蛮具,儿子高兴的手舞足蹈,我看儿子这么高兴也不想多问,再看看闺蜜神色反而有点不对劲,老公也是耳根发红。 这个时候,出于女人的直觉,我已经感觉到了事情的不正常。 吃完饭,我带儿子出去逛街,问儿子怎么知道阿姨的小名,儿子开始直直无无的。 但从我说,要给她买游戏机后,儿子就全部交代了。 原来闺蜜一直都和老公有联系,每次我出差两个人都会出去,甚至夜不归宿,为此还特地贿赂儿子,买各种好吃的,让儿子瞒着我。 听完后,我怒不可饿。 这两个贱人,竟然还敢当着孩子的面出轨,她不仅不配做一个老公,更不要配做一个爸爸。 回家后,我质问老公,老公公认不会,还承认当初跟我在一起,就是为了我冷冒她一把,但和闺蜜一直没有断过,那只是做给我看的。 所以,婚后她妈的治疗费都是我在出,感情她妈的病也好了,我完全无所谓了吗? 还说什么,让我成全她俩? 恰扭得瓜不甜,那谁来成全我? 我为家里付出聊聊这么多,没想到了是这样一个结局。 朋友们,我究竟应该怎么办? 回家后,我跟你说,我闪了��면,我闪了我的毛赤�。 我想看 qui就被迫本来说, Saint affiliate,就 exagger址了吗? 他闪了秋天,就igung了吗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